大家好 我是孫敏起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幾個字 紅來了加一個問號 先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反覆偏遠 雖然曾經迫近2萬7千點 但卻無法站起來 慢慢回頭 一度跌到2萬6千6百點的水平 最後好在收市跌幅稍微收窄 全日跌132點 收2萬6千761點 成交維持低水平 只有783億 今次市會員 騰訊 其中一隻拖股 很久了 整2%的跌幅 十天線再次失手 內險股都沽壓不少 包括這隻國壽 今天跌2%有多 幸好防守股或公用股表現比較好 逆市上揚 令到跌幅不至於進一步擴大 講回整個市場的情況 今天的市場跌百多點 最好看 明天反彈的可能性都有 一方面 剛才提到 成交不大 今天有783億 顯示跌市跌下來 成交一直縮減 股收壓力不太強 第一個 又有可能短線打彈 第二個原因就是 美股上星期五下跌得很厲害 慢慢慢慢就開始醞釀 一個反彈的動力 其實昨天到此也有彈一點 今晚可能會再彈一點 也成為港股一個反彈的契機 加上 洪政 即恒之洪政的重貨區 越壓越低 去到27,300點至27,400點間 就是重貨區 接近化聲為期指 大概是1,400張有多 換言之 有可能成為劫洪倉 或是殺洪政 一個動機令事反彈 短線反彈之後 可能中線仍然會維持向下考驗支持的格局 原因是為甚麼呢 回到點題 幾個字 洪萊鳥 問號 洪萊鳥是甚麼呢 洪萊鳥是說美股 美股可能就出現洪萊鳥 其實上星期的節目也提過 用個題 就是頭堅頂打到來 講過一集的節目 當日講頭堅頂打到來 就是講美股 結果 跟著一天 美股果然 跌得比較凶狠 現在照看 美股紅紅來了 是否真的問號成為句好 或是感嘆號 現在每次都是 因為可以從以二十多方面講 第一方面 就是從經濟的角度去看 美股的形勢真是一般 因為近來的數據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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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好的 卻佔少了 其中 特別是大家關注到 製造業的數據 是差的 其實之前早消息的Market的數據 製造業數據 已經創出10年前 大概10年前以來的新低 顯示當你製造業的數據 其實報的是50.5 即是汪車邊站在榮孵分界線之上 這個數據顯示製造業已經一般 加上最近公佈的5月份的ISM製造業PMI指數 亦都是比預期訊息只有52.1 預期是53的 低了一些 比上個月都是要低的 反映美國5月份的製造業的情況令大家有點擔心 不擔心數據是差的 而且加上市場人士的表現 即是用手的投票或用錢的投票顯示出來的結果 亦顯示市場人士對未來的前景看得一般 甚麼意思呢 其實看回債券市場已經知道了 這就是美國十年期國債知識的走勢圖 這是周線圖 其實看數字現在2.09厘 換言之跌穿2.1厘 這個數字是極之低的 其實最近就不斷跌 用周圍來做單位就不斷跌的 那債券價格上升 那債券價格上升是甚麼原因呢 通常大家覺得經濟不太行 通勢壓力應該沒甚麼時候 債券價格就會上升 換言之 從這個債券價格上升 資息下跌的情況顯示 債券市場人士覺得 接下來美國的經濟表現一定是一般的 以致衰退 那事實上呢 除了債券價格顯示 大家覺得不好的之外 看回利率期貨顯示 現在市場人士最新 今天來計算 估計今年美國聯儲局減息一次 可能已經去到98% 換言之 市場人士覺得減硬 減硬 這個就是第一經驗 這樣的情況 當然對美股的形勢是不大有理的 這個經濟層面 另外的政治層面 都是差的 政治層面 主要是說貿易戰的最新形勢 但是仍然是並未轉好 反之是有少許越來越差的情況 一方面 美國和中國的形勢並未向好 這個就是 隨著中國在過去的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六 這些幾天 就陸續發焦 顯示了中國 就有排都 才不會輕然讓步 以至有排都不會讓步 在這個情況之下 幾招可以看到的 第一個招就是 就公佈 首先6月1日正式實施 對美國貨品徵收 報復性關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公佈了 會成立一個 不可靠實體清單 針對企業 也知個人 一大堆 如果中國覺得不可靠 就可以將列入清單對付你 第三個 就是公佈白皮書 反駁美國 就說中國在第二 最新一輪 至最後一輪 第十一輪 會談 背信棄義 中國反駁 其實背信棄義的是美國 換言之 中國和美國 就繼續 火拚著 這個 看法 短期內 都是情況 慢慢的 而且更加傳出 其它 最新的戰況 包括 美國可能限制中國的樓山去美國讀書 中國 直接向美國民發出安全提醒 就是 你上去美國旅行 向你發出安全提醒 說美國不是太安全 換言之 關係 繼續 惡劣 這個情況 對 美股是不大有利 有些分析 如果一旦 繼續惡化 美國 全球 風險最大的股市 因為 一來 直接影響到 中美貿易 二來 股值高 大家覺得它是最高風險 第三個 原因是 你猜可能紅來了 就是看回技術走勢 剛才提過 上禮拜說 頭肩頂打到來 當時不是 三個指數都出現 頭肩頂突貼 跌破頸線 現在 已經全部跌破頸線 換言之 頭肩頂成立了 這個包括 蠟子 頭肩頂 清晰可見 穿了250天線 照亮照度 要去到7000點以下 事實上 但是現在 蠟子高位 跌了一成 一成 換言之 已經進入調整的階段 換言之 就算不是紅內料 它已經進入調整階段 我覺得紅內料的可能性 是大的 除了蠟子之外 一個更加廣泛 代表性的 標普500指數 都是出現 跌破了頭肩頂頂線的狀態 250天線 都是沒有了 所以整個 美股 無論 代表性比較強的 標普500指數 以至 參考性很高的蠟子 都是出現 技術走勢跌破 向下走的可能性大 所以 在美股 出現 紅內料危險 越來越大 港股 短線反彈之後 很有可能 繼續向下沉底 考驗 其中的重要支持 都是26,500點左右 先看位置 好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 多謝大家收看